��镜 朱医生 乐乐 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早睡早起嘛 这是我们老板吃不完的早餐留给你的 别浪费啊 浪费可耻 是啊 这可是我们老板一宿 好 那我就收下了 帮我谢谢你的老板 谢谢他没吃完的早餐 营养很具好 老板 朱医生说谢谢你 我觉得朱医生没有那么生气了 你看 早餐都吃了 怪不得说谈恋爱要找理工男的 老板 你可太行了 别废话了 走 不是 去哪儿啊 帮村民做室内消毒 只要去山上找找看有没有朋友的药材 我们才睡了两个多小时不回家睡会儿 大家不都只睡了两个小时吗 你说注意啥 我不困 你困吗 困 你不困 那我到底困吗 你不困 不是 我是不困 但是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这睡眠不足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这样我们会感染病毒的 你不会 你已经打败了全天下的疫苗了 老板 我可以不困 那你给我做个三明治 我补充补充能量呗 好 给你做 好 威富尔病毒通过飞沫传播传染 免疫力低下的人是易感人缺 病毒感染之后 主要体征会有呼吸道症状 持续高烧 咳嗽 气促 和呼吸困难 严重感染者 会导致肺炎 急性呼吸中壳症 肝肾衰竭 如果得不到急事救治 会导致死亡 所以 与病患密切接触者 必须进行隔离 我们医疗站 常委有限 所以在学校的教室 搭建临时隔离区 所有与奥斯卡接触的学生和家长 都要在这里 统一进行隔离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避免疫情进一步扩大 等待抗病毒血清的到来 大家 辛苦了 来来 安明 吧 啊 快去吧 啊 快去吧 走 你村子 你怎么说 我会感到他吗 别怕 他没事 你明天都会比较 你会尝尝 就会见他 对吗 好 好 休息一下 谢谢 汉瑟叔叔 丹敏情况怎么样了 奥斯卡一直在关心他 这是他今天的化验单 丹敏出现了一些微波的临床症状 他的白血小含量实在太低了 当时丹敏哭了 他想回家 他买了他的学生 但是他没有操作 在学校上 他也在学校里面